因为法国我去过好多次 我跟法国的交流的话 主要还是通过我的书 然后这个交流起来的话 中间有一个特别好的媒介 这个媒介的话 是他们熟悉里边的人 我喜欢法国的文学 我也喜欢法国的哲学 因为法国有一批特别好的哲学家 我包像蒙田 像福尔泰 他们的书我都非常的习惯